投手是棒球比賽一個主要的焦點 尤其如果你擁有讓人血脈攀張的快速球 讓打者頻頻化為人體電風扇 不斷揮空 不但逆投的興奮 看的觀眾也會跟著熱血沸騰 在台灣的中華職棒 就有一位年輕左頭 最快可以飆到157公里 他叫做葉佳琪 看完這個打齊的精華 相信各位可以感受到他充滿霸氣的投球 根本就像個王牌投手 但是探開數據 葉佳琪的投球成績可以說是殘不忍度 今年23歲 方球名校平正高中畢業 雖然年輕也進入職棒5年了 在這5年當中 我們來看幾項重要的指標 ERA 簡稱防禦率 意思是每9局當中 投手平均失掉的責任分數 隊友的失誤則不算在投手身上 而中華職棒近年來屬於打高於投的聯盟 投手防禦率如果能控制在4 其實已經算是不錯的成績 而EA加起的防禦率在二軍的表現看來還過得去 關鍵出在身上一軍 面對更強的對手 防禦率可以說是被炸的體股完膚 當然可能因為表現機會不多 失掉幾分就會讓數據暴衝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出賽場次最多的2019年 出賽28場 投了23局 防禦率也有7.83 這樣的成績很明顯的不太及格 看到WHIP值 這裡解釋一下WHIP值指的是每局投手的被傷累率 他在一軍的平均成績是2.14 換句話說每局都送對手佔上超過兩個雷包 這樣要想不貂分也非常困難 看到另外一張圖 反觀 他被對手擊出的安打其實只有22隻 等於每局被對手打不到一隻的安打 這樣算蠻不錯的 但是看到BB值 23局中投了22個保送 就真的蠻要命的 每局上來一次幾乎就要丟一個保送給對手 表示這個投手的控球能力非常的不優 從我的觀察來看 一加起的球種大致上分成三種 快速球 曲球 還有直插球 快速球的速度落在150上下 球中等級A加 使用率大約6成 控球能力我猜6成可控 曲球落在120公里上下 球中等級B 使用率大概3成 控球能力我猜5成可控 最後是直插球 落在130公里上下 球中等級B 使用率大概1成 控球能力我猜3成可控 這樣排下來應該可以很清楚的解釋 為什麼A加齊擁有高網的速球 卻投不出該有的成績 因為他在面對打者的時候常常球數落後 為了不要投保送 選擇投出最有把握的球種 那就是快速球和去球 而打者這個時候 只要很簡單的鎖定快速球進來 或是慢的去球 無上往下對的軌跡來攻擊 其他只要偏離好球袋 通通放掉就好 自然而然保送出現的機率 就會提升許多 那A加齊應該如何改變 其實我覺得他可以從直插球左手 他的直插球使用比率太低 因為控不準 當然在關鍵時刻更不敢用 但其實他的直插球 看起來有很好的橫向位移效果 只要能改善一點點直插球的控球 提高使用比率 就會讓打者在準備時 不只是注意快慢跟上下 來玩打者需要顧及到左右的變化 一定會給打者帶來更多的威脅 總結一下 我認為A加齊是今年中華職棒少數資質頂尖的投手 何況還是能擔任先發的走投 擁有極高的天賦 但是能不能轉化為實際的成果 也看今年球季他會做出什麼樣的改變 期待這位豪速昨晚 擊霸球場的一天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AX球炭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